马来西亚,柔佛是否变天?新加坡研究所,关键看柔王室。 随著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战鼓正式敲响,反对派过去两届大选在柔佛取得的战绩一届比一届好,他们因此将柔佛列为本届大选的前线州,并扬言要让柔佛变天。 有分析认为,国阵在柔佛的成败,取决于备受子民爱戴的柔佛王室。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三月曾公开提醒各政党,柔佛不欢迎玩弄种族和宗教仇恨的政客。 图取自苏丹伊布拉辛脸书。 新加坡七日讯,随著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战鼓正式敲响,反对派过去两届大选在柔佛取得的战绩一届比一届好,他们因此将柔佛列为本届大选的前线州,并扬言要让柔佛变天。 有分析认为,国阵在柔佛的成败,取决于备受子民爱戴的柔佛王室。 新加坡有所复一萨东南亚研究院所,Izat Yuzov Ishak Institute,去年年尾在柔佛座的民调显示,75%柔州子民支持王室在必要时进入州事务。 同一项民调也显示,高达77%受访者满意州政府的表现。 这一发现一点也不矛盾,只因柔佛的高速成长是有目共睹的,除了州政府财政预算连年取得盈余,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成功更是被传颂不止。 尽管这项民调显示,柔佛政府的表现受到子民的肯定,该州要变天的可能性很低,但新加坡有所复一萨东南亚研究所刻作教授莎丽娜·斯莱娜·拉曼,却指出,关键还得看柔佛苏丹和王室。 现任柔佛州务大臣拿都斯里莫哈·莫卡利诺丁跟王室互动密切,与苏丹也合作无间,这不但巩固了他的地位,柔佛政府的政绩亦给苏丹脸上增光。 不过,在超过一千名柔佛子民参加的民调中,46%人表示希望王室成员党他们的领袖,卡利诺丁则排在第二,支持率只有34%。 州与联邦政府有别。柔佛人一般是州和联邦巫统机制为两个不同的实体。 莎丽娜通过访问和进行小组焦点座谈会调查发现,柔佛人大多不满中央政府推行的消费税,GST,和种族分化政策,却满意柔州巫统领袖和代表的表现。 有些受访者甚至表示,应该开除或更换某些部长,但柔佛州政府没有问题。 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形势作风高调,频频对国家重大课题发表意见。 法新社,沙利娜指出,由于柔佛选民认为州政府确实有干实事,他们可能会支持现有的州巫统代表。 假使一般民众都知道州习和国习的区别,巫统国习,由联邦代表组成,的前景可能堪余。 现实是,大部分选民都分不清州习和国习有什么不同,乡区选民到了投票站只会找他们认识的名字或党旗。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和王储东姑伊斯迈之所以获得全民支持,是因为他们都能够兑现承诺,强调照顾全民利益。 与此同时,苏丹伊布拉辛斯前曾提醒媒体,巫统是在新山大王宫诞生的,他亦经常强调自己在政治之上,以及没有特别支持任何一位政治人物。 这种将自己连带整个王宫,不搅和进政治及竞选活动的能力,再再让苏丹和王储赢得人民的尊重。 选民观望王宫义象。 随住大选脚步趋近,多数柔佛选民将会留意苏丹和王储的意象。 暂时不清楚前首相,反对党领袖敦马哈迪跟苏丹伊布拉辛闹不合的事,是否会影响反对党在选民中的名望。 尽管许多分析都认为,反对党要攻破这个国阵堡垒区有难度。 唯一清楚的是,柔佛苏丹将依旧保持中立,即使他仍在某些政策和特殊议题上站稳其原则立场。 苏丹近日还提醒新山市长和地方议会议长,只要尽了自己的职责,就无需惧怕或为任何政党的命令侍从。 最重要的是,尽管苏丹伊布拉辛并没表明偏好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,但他却清楚点名,绝对不欢迎任何企图玩弄种族和宗教仇恨的人。 那些计划上阵的候选人最好谨记这一点。 马来西亚简介 马来西亚 马来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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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语 马来语 民间简称大马 位于东南亚,由前马来亚联合邦,沙巴,沙拉越及新加坡于1963年9月16日所组成的联邦制,议会民主制,选举君主制和君主力宪制国家。 新加坡后来在1965年8月9日退出联邦,并独立建国。 目前全国共13个州,包括马来半岛11州及位于婆罗州北部的沙巴,沙拉越两州,另有三个联邦直辖区,即龙坡,布城及纳敏。 全国面积共329,845平方公里。 马来西亚共分为东西两大部分,之间有南海相隔住,西半部位于马来半岛,常称为西马,北街泰国,南部隔住柔佛海峡,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与新加坡接壤。 东半部长被称为东马,位于婆罗州岛,英语,Borning Island,上的北部,南邻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,而汶莱国则地处纳敏,沙巴和沙拉越之间,人口较不密集。 由于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接近赤道,其气候属于亚洲热带形与林气候。 首都位于吉隆坡,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密集和最繁荣的地区,联邦政府所在地则位于布城。 西马的人口密集度比东马高许多,也是首都和联邦政府所在地。 全国人口超过三千亿百万。 马来西亚的国教虽然为伊斯兰教,但国民于马来西亚宪法下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。 国内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,佛教,基督教新教,天主教,印度教,西克教等,种族方面十分多元,马来西亚除了原住民之外, 还有华人、韩克克娘惹土生混血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伊班人、卡达山人、其他东马来西亚民族及其他殖民时期留下的英国人、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等欧洲后裔共同组成的移民国家。 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称为最高元首,而政府由国会最大党或联盟领袖的首相所领导,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的西米寺制度。 外交方面,马来西亚是联合国的一分子,也是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,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,大英国协,东南亚国家联盟,不结盟运动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的成员国,同时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立国之一。 马来西亚也曾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,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的主席,也曾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的理事国。 主要参与的军事行动由五国联合防卫和联合国维和行动,军队也曾经参与阿富汗战争协助美军攻击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政权,此外军队也参与监视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